Windows里面有一些带改进或者正在开发的功能被隐藏起来了 如果我们要提前体验这些功能的话 可以使用一个小工具 这个是他Github的网站 用它可以帮助我们使用Windows隐藏的功能 在这里下载这个安装文件 右键点击全部解压缩 我们需要把它解压到Windows的这个系统文件夹里面 这个文件夹System32 这里我们要多次确认 安装完成以后我们尝试一下搜索框的隐藏功 现在在任务栏上这个搜索框的设置 我们可以关闭 也可以开启 只有这个选项 找到命令提示符比管理员身份运行 这个设置已经成功 继续 设置完以后我们需要重启一下电脑才能申请 这里搜索框的设计变掉了 我在这里输入几个字的话 它就这里上边把相关的这些内容都显示出来 再打开这里的搜索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搜索这里有多了几个不同的选择 这个是隐藏图标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是一个搜索框 这个是图标再加一个标签 刚才激活的功能如果要把它禁用的话 同样是使用这个工具 使用这个命令后面的ID号码是一样的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搜索框的功能禁用掉了 同样重启电脑 现在再来看一下搜索框设置 又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